好 來看到現在呢 國民黨這邊呢 他們是要喊了三大族群要上街施壓政院 因為今天韓國瑜要再度的召開朝野協商 就是針對我們這個總預算案 所以國民黨這邊是發出緊急動員令 說今天下午將會齊聚立院外抗議 那預估人數會達到超過千人 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他也說 號召包含原住民啊 農民還有醫護人員都要前往立院來聲援 呼籲政院懸崖勒馬尊重立院三讀的法律 而且呢這個原住民的禁法補償 其實是綠營他們自己的立委提案的 那行政院總統泰他的態度其實還是蠻強硬的 他說只要立院同意好 只此一次下步為例 他說這次可以加點費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看似呢有稍微退一步了 但是他後面又講了 他說還是要回頭補這個行憲法 他說呢預算法相關的規定 這些都要再把它補好一些 那徵詢行政院的意見 政院也會做必要的表示 以後就好處理了 但是國民黨立委當然不買單 來看到李燕秀就說了 下步為例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坐實了 已經投降輸一半的投機心態 他說法律就是法律 難道民進黨的標準可以違法一次 違憲一次是這樣子嗎 好另外陳昀珍也說了 狀態一點法治的觀念都沒有 因為他是行政院長 他根本無權要求立委要做什麼 那現在的立委 他們也無權決定 將來的立委是要做什麼的 那郭志良亮哥他在這邊 他就提到說 綠營呢 好可能是看到後面那個大案 財政收支劃分 他說那個一喊就是7比3變成6比4 那總統賴慶恩手上的統籌款 就少了將近2000億 那2026縣市首長要怎麼選呢 他說這個就是總統站台的時候喊中央補助 這樣賴慶德幫忙站台才會有用 這個才是真正的議題 絕對不會是看到這個原住民補償的這個案子 那另外他也說了 好卓奎本來是私下有談好了 但是總統賴慶德他下了一道死命令 好預算絕對不能夠重編 他就是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呢 行政院就一定要遵守 因為只要承認了 那麼後面好剛剛提到這個財政收支劃分的話 就是也必須要好好的遵守 但是有可能就是會影響到選舉的一個佈局嘛 好那我們來看主機長陳淑茲呢 他是有私底下去拜會的民眾黨團 好針對了工糧收購價格 無解的這個解方呢 他說健保點值0.95會繼續的努力 那原民的禁法補償呢 未按法令編組的部分好 逐計處計畫是用基金來撥補 但是立委林國成他就質疑了 你用基金來撥補呢 好這個是合理的嗎合法的嗎 他說一處長的意思是雖然有這些錢 但是等以後才要編還給他們 依法基金可不可以借用 立法院的立場很簡單 法律要編的是用什麼方式去編呢 立法院沒有意見 但是不要在這個部分是有違法之餘 好另外蔡正元他也說了 現在賴清德的一個做法呢 好就是寧可顛覆民主法制的基本架構 要開始推動賴清德式的獨裁 好獨裁的第一個犧牲品呢 就是原住民 好那來看到國民黨這邊他們是有動員嗎 說包含要找原住民啊 農民還有醫護人員 那民進黨這邊有沒有青鳥會飛出來呢 好但是現在呢民進黨中央 還有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他們都說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動員的計畫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聽一下郭正亮他的分析 賴清德下了一個使命令嘛 就是預算絕對不能重編 他就是不要讓人家覺得 好像立法院通過了法律案 我行政院就一定要遵守 就是不能承認法律案的絕對效力啦 因為你只要承認了 那後面的財政收支劃分你也要遵守啊 那要怎樣 寧可顛覆民主法制的基本架構 就是這樣啊 開始推動賴清德獨裁 賴清德整個腦袋都是政治 民主如果沒有法治 這個民主就是內鬥啦 就亂鬥 叢林 叢林戰爭 他把臺灣的民主墮落到變成叢林戰爭 就你講過的話都不算 這個就是會讓你的國家不安定嘛 講話也不算 承諾都不算 說話 我也不知道你現在說誰說假 這已經讓整個臺灣的政治變成叢林政治了 對啦 這是最大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這樣怎麼遵循啊 我跟你講人跟人之間最起碼的信任都沒有 公話不算話啦 就是叢林政治了嘛 你要鬥就要鬥什麼兩岸關係啦對不對 你要鬥就到了朝野的基本盤的一個基本立場 你鬥這個老百姓的民生議題 你知道你覺得這樣很開心是不是 可以展示你總統權威是不是 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國民黨也好 白眼也好 擴大社會基礎去把一些富士動員出來 去把一些農民動員出來 我們一波一波跟他抗爭 然後你也許說抗爭不一定有效啊 他就抗爭死硬了 他以前有700多天不進議會啊 那現在搞不好就預算上你擱著 就有預算擱著責任再來互相推 怕什麼 臺灣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預算沒有通過政府關門 對 但臺灣不會 因為臺灣的法律規定 預算沒有通過 沒有關係啦 我繼續用去年的預算 那民進黨要什麼 反正我繼續可以用照去年的預算 來補貼三立啊 補貼民視啊 補貼網軍啊 1450照常拿得到啊 搞不好周一寇的放眼也可以補貼得到啊 這什麼不好呢 安撫我們支持人 這比較重要 還有更重要的 他補貼綠色光電金主的錢 照常會出去 只要這些出去 他就心裡安了 賴清德 你到底是誰的總統啊 先講清楚嘛 你要玩這個遊戲 那我呼籲所有的藍贏白贏的人 就配合他演出 不用害怕 他現在在跟你比賽說 反正我在總統府裡面 每天上班 下班 這回日子過得挺舒服的 你們就跟我鬥吧 我就是找周隆泰當 當什麼木偶 我跟你們鬥吧 辛苦的是周隆泰 周隆泰 他本來也不夠格當行政院長啊 他拿夠格當行政院長啊 那個樣子像行政院長嘛 也不像嘛 對 好 繼續來請教歷史歌囉 因為周隆泰就說了嘛 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所以剛剛有個網友 斗內是劍中 他說啊 就算是違憲了 還有下不為例 他說真的是教壞的市民 那以後大家都人質做事就好啦 所以現在是什麼意思 執政黨就可以帶頭的違法違憲嗎 歷史哥怎麼看 那賴清德的這個意象 其實大家看的是相當清楚了啦 就是 他的經驗 我們要先了解到 賴清德的經驗是什麼 他就是台南市長的經驗 台南市長他做的很開心 但是行政院長他做的很痛苦 那更別說副總統他簡直做的如坐針毯 這我們都知道他在副總統 這個任上了 那四年啊 被蔡英文虐得是不要不要的 各種被冷凍 各種冰冷 冰板凳 那所以從他的從政經驗來說 你就要回溯到他在台南市府的時候 他的一些作為 你就可以看出他這一局 他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他理層的邏輯其實相當的清楚嘛 就是只要他堅持到底 那他就必然勝利 所以我對付立法院呢 對付立法機關怎麼做呢 我就是打死不進去 打死不妥協 最後我就會獲勝 所以在他的字典裡面 就會把什麼 把退跟輸這兩個字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翻賴清德之前翻一下 你翻到特務A退 結果問題是怎麼看起來像輸 你就對了嘛 這就賴字典嘛 所以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你就可以理解到賴清德 他現在的整個思想作戰邏輯 他就是不能退 而且他要什麼 他要這個在意黨去退 所以你看他種種的動作 他非常清楚很細緻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粗糙 細緻是他覺得 他可以透過一些私底下的動作 譬如說陳淑之主記長 陳淑之是什麼時候跟著賴清德 從台南就跟著賴清德了 所以陳淑之私底下去講了一些話 代表說他想鬆動看看 藍跟白之間 有沒有可能有所改變 再來他操作什麼 他希望透過卓榮泰 辦老好人的方式 然後透過呼喚喊叫的方式 讓國民黨裡面的鴿派 可以起義來歸 你自己看了 民進黨立任黨團講幾次起義來歸這個詞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國民黨就是軟弱無力 過去的國民黨給賴清德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簡單來說 國民黨在關鍵時刻一定會跪下 一定會有人讓 一定會有赤食物者為俊傑這種人 在關鍵時刻為了個人利益 來出賣整個黨的利益 所以我想這個是國民黨 他認為他看破手腳的地方 也許以前的國民黨有可能 但這一屆的國民黨看起來 目前這個機會是比較小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上次羅廷偉委員 光是在程序委員會丟一個棄權票而已 事實上對選舉沒有影響 但是對於整個局面很難看 對於士氣有所影響的時候 結果被藍白的選民紛紛跳出來 痛斥羅廷偉的行為 後續之後羅廷偉整個硬起來 包括對民進黨的質詢也都硬起來 我看到說他最近在質詢裡面 針對這種特權的例子 衛福部裡面有這種什麼特權 這20年黨工 20年助理可以來擔任什麼 負貧建議員這些事情 他提出的職業非常大聲 你看他吊動了他這個動 所以其實對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最挠頭的是什麼 想了半天 如果不退有機會嗎 問題現實形勢改不了 因為你只有五十一席 沒用的五十一席 可是過去想用的招式 比如說裂解在野黨 或者是透過對國民黨裡面 個別的人生生患 去放一些風聲 創造一些第三方民意 比如說找一些聯署 像我昨天就看到 有這個 法律界的人士 親律法律界的人士 在聯署說 不可以沒有大法官 不能癱瘓 不能沒有院長 不能癱瘓我們的司法運作體系 想用這種方式來做 但是我覺得幾個問題點 一方面是 這屆國民黨新科委員很多 年紀很多 剛才所講到的 形勢有所改變 選民的心態也有改變 還有什麼 他真正把台灣人是笨蛋 過去被這些所謂第三方團體 所謂的民間團體騙了多久了 結果一攤開 什麼小明歐巴桑聯盟 一看也是綠的 那你還要騙多久 大家是傻瓜嗎 所以這一次可以看到基隆罷免 什麼第三方 這個罷免團體 說他們不是綠的 結果一攤開都是綠的 只有一些被騙的 傻傻的 這種傻乎乎的人 在那邊自我感動說 哎呀這現在不見得是綠的 還可以寫一大堆 分享一大堆說什麼 他們不是綠的原油是什麼 我的天啊 這種政治 如果到這種狀況還看不清楚 還在什麼第三方 第三方現在叫什麼 就是叫民眾黨 民眾黨被你們怎麼樣處理了 柯文哲被你抓去關了 你到現在沒有要放 所以民眾黨有可能讓 民眾黨現在誰退讓 那就是背叛柯文哲 就這樣 那國民黨現在誰退讓 那就是下一個 比羅天文還要更慘 所以整個氛圍就不可能讓 所以你提出那些道理 當然是行不通 那既然狗幣不通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 他在算什麼 他在算的事情其實也很簡單 什麼叫下步為例 民進黨沒有什麼下步為例 下步有利的 他只有一件事 我現在就要贏 我現在贏之後 我以後只要更贏 只有贏跟更贏 所以下步為例是什麼 就是要拗你 只要你退一次 我就認為你會退 你退一步就會退一百步 退一百步就退一千步 退一千步就退到底 就這樣 所以民進黨現在做壓力測試 他在做一種叫做中程度測試的一種 心理PVA的招式 也就是試試看你的底線在哪裡 我試出你的底線 那我就讓你的底線會有更下限 更下限之後沒有下限 你只要做了一次 你同意了一次 比如說 我們拿原住民的事情來說好了 這個原住民禁法條款裡面 他們說4萬 佐隆泰是直接編4萬 7萬恭喜編4萬 他編了28億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要28億 我就是要4萬 你不要再吵了 他料地的是在野黨 至少4萬比3萬多 你就會退讓 他明明有200多億的財政剩餘 因為他這一次總預算是3.1兆 那在這個 預算增加是2800多億 將近3000億 還留了一個200多億的財政剩餘 他寧願不把它編滿 那為什麼呢 他就說PVA你啊 就告訴你一件事就4萬 如果你剩下要編滿的話 那我們其他呢 意思就是說 以後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我可以不用遵守 那只要一次不遵守 以後可不可以更多不遵守呢 所以現在就在鬥爭這個嘛 那我們就看到說 國民黨也有出張 比如說翁曉林委員去提的 這個憲法 這個訴訟法裡面的修正案 因為現在民進黨打主意是這樣 你第一步不退 我就送給你去釋憲 釋憲的時候 我再判你敗訴就好了 所以國民黨現在有一些反制措施 我是看到難得國民黨 會做出一個 比較 這個多層次感的一個做對戰 第一個 我在第一線我是不讓 第二個 我要把你的爪牙給拔掉 憲法訴訟法一修正之後 大法官未滿10個人 根本連開會都不可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馬上大法官要戒齊了 戒齊到之後就只剩下一半 那剩下8個的話 他根本你不能開會 所以憲法法你一旦癱瘓掉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你民進黨 就沒辦法用大法官來作為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兩黨在之間 或者是在朝野之間 在做對抗的時候 慢慢拿出一些方法 另外有上街頭 其實國民黨要了解到 上街頭一定會成為將來的常態 而且人數只有一波高過一波 民進黨才會稍微有所害怕 因為你不在街頭鬧出一點動靜 他那一些所謂的綠媒 他還是會圍著總統府 圍著賴清德 清德中 這個獨裁者 這個暴君 來繼續 行訴他們對內的宣傳 就像我們上一趴所聊到的 所以我是認為 要抗爭到底 否則一定是憲政危機 我覺得朱立倫 終於清醒地看出這個 所以叫做寸步不爛 這個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